魏老师今天这一身 特别有范儿的 我上飞机都穿这个衣服 这很舒服的 因为我上了飞机 下了飞机就来了 所以没有 下飞机就来了 就是没有时间换衣服 您不用换 现在不是最流行这样的 特别有蝉翼的衣服 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服装设计 帮我设计的这一身衣服 那用还吗 不用 他送给我 你 你拍了那么多电影 过了很多人的人生 我就刚刚才看您那个感觉 然后您坐在我对面的眼神 跟当年那个 二十多岁不一样了 是 就是有这个年纪的风韵 但是眼神多了一份慈祥和包容 佩北姐 我就感觉您是一个 就是很朴素的人 就像今天穿着戏服就来了 虽然您的戏服很漂亮 比如说您在那个 刚出道的时候 或者说有了一些 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您会花钱啊什么的吗 我最不舍的花钱就是穿衣服啊 因为我妈爱穿衣服 所以我都穿她的旧衣服 因为我妈很时髦 她都怎么时髦啊 她的衣服 我现在留下来啊 都可以当我的戏服 现在还有啊 就因为她太讲究了 可能我就觉得不需要那么讲究 那艺人嘛 大家都会扮得很漂亮 别人会说吗 有啊 宣传部的人 尤其说 哎呀今天晚上 六叔请吃饭 六叔是我们老板 有谁谁谁 我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 那你得穿漂亮点 我说让我穿漂亮我不去了 所以没人敢我 没人敢叫我吃 因为我小时候挺凶的 看出来了 我看你演的电影 有的时候一瞪眼 就是啊 小时候可凶的 个都叫我红辣椒 你小的时候打男生吗 我用打吗 我眼睛一瞪他们就走开了 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小的时候 小时候很凶人 我们来高兴高兴看一段 这个佩佩姐跳的广场舞 特别有生活态度的一个人 佩佩姐 你知道我们那么刚才放的一个音乐 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叫小苹果 是 他们说我说了 我说我没听过 小苹果 再也没有郑佩佩的名字 就是在香港非常红的那时候 您选择去嫁人了 那时候你不会担心 就是 在演艺圈这个地位就没了 你这么讲我倒想 我从来没想这个问题 有点奇怪的 就想到我的生命 走上另外一眼 好像一个戏 有一个结局了 结局不都是 王子跟公主 有一个很快乐的 爱情生活 是 我想 对于 二十几岁吧 二十三四岁的我 就是迷恋这种感觉 是想结婚 这种 从此走上了 这种你爱我我爱你的爱情生活 你看到刚刚一点点 上江花月 觉得 这样很 很浪漫的样子 其实你问一下 你妈妈看 一定会觉得结婚还是很重要 是 那时候很多演员 您包括像林青霞 大家都会觉得 他怎么可能去放弃这个呢 这么多人喜欢他 然后他竟然放弃去结婚 他太傻了 甚至有人会去这样去想 七十二已经很大了结婚 再不结婚就生不出孩子了 所以得生 为了生孩子都得早点结婚了 可是你太早了 我太早了 我二十几岁生 我二十几岁生 孩子那个时候 最好就年轻点生嘛 那个孩子比较健康嘛 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的好朋友有没有觉得说 嗯 佩佩 你 情伤太低了 没有没有 他们都跟我差不多想法 而且他们觉得我的选择都是特别 特别正确 你们当时都这样的 嗯 都这样 不记得有任何闺蜜告诉我 有的还羡慕我 那么早就结婚了 真不一样啊 回到当年就是 您做了这个选择 嫁到了美国 然后一下生了四个孩子 当时您特别想要很多的孩子 还是怎样 我就生不出来嘛 我以为生 生儿子很容易的是 结果 没想到生儿子 不由我自己去决定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有东西是自己不能决定 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 您为什么那么传统呢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女人就是借个肚子 给男人生孩子 因为男人不能生啊 所以我就 觉得这是我应该尽的义务 对 我老公也是 我婆婆生了四个女儿之后 最后生出来一个男的 据说 她的奶奶就把孩子就拿过来了 放在腿上每天 爱得不行 你前四个女儿都没有这样的 很熟悉 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感觉很熟悉 你也会有这样的重男情侣的思想 不是 因为我婆婆也是 她觉得我不会带孩子了 因为我起先三个姐姐 我带得好好的 到儿子的时候 我不会带了 一样的 一样的 是 是会这样 因为 是她喜欢 那时候您离开工作了 回归到家庭 又在美国 你觉得生活充实吗 哦 充实 我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好好的 我除了拍戏以外 我会教跳舞 对不对 所以我在家里弄了一个 就是把那个车房啊 三个车的车房打通了 变成一个练舞蹈教室 练舞蹈教室 然后白天呢 还帮我前夫去看店 很能干 很能干的 那个我还 她做房地产 我还去做房地产 所以我会做的东西太多了 就没有停过 每天都让自己很忙 然后带孩子也是很忙 因为孩子 到大了 他们都要学东西 美国又很远 我住在洛杉矶 开车送这个 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再回来 要一个多小时 接完孩子去学东西 再回来做饭 做完饭再去 自己不能吃饭 吃饭了没时间 再去把孩子接回来 所以在美国 养成了 老婆很能干 这个太强了 也是你们最后 分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应该是 因为我后来 觉得自己生了儿子 又很了不起 就开始做一点 自己喜欢做的事 骄傲了 很了不起 我终于把儿子生出来了 还有什么难找我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开始 想做一点 有意义的事 比如开个华人电视 做点华人电视的节目 回归一下这个社会 我有一个节目 叫佩佩时间 看见我在那个访问的人 我在那个节目里边 学了很多东西 很能折腾在那个时候 我很能折腾 当时决定离婚的时候 挣扎吗在当时 当然我弄明白怎么回事 花了很多时间才弄明白 弄了明白以后 我才告诉别人 包括我告诉我自己母亲 妹妹弟弟 孩子 他们都是后来才知道 所以我是很快的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经思考 就决定的 为什么你要提出来呢 我觉得 其实他觉得是一个拖累的时候 那我就说 可以 我们就分开吧 但您刚才说 花了很多时间才告别人 有多久啊 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吧 这么久啊 我也住在家里 你很孤独啊 在这一两年 没有啊 孩子 四个孩子在我身边呢 因为我们都住在家里嘛 孤独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说 没有人知道我 对 你要面临抉择 对啊 这些抉择都是我需要面临 因为是我选择了他 是我选择了结婚 是我选择了整个生活 对 我要告别这个生活了 这个人也是我 可是我有点不太理解啊 就以前您在美国 家里也是富商 您就是离婚 怎么也得拿点吧 就是您当时怎么会这么笨呢 是有点笨啊 不我觉得 钱都是他辛苦赚来的 完了以后 他也比我会理财 其实他后来给我上了很多课 我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你生了孩子 养孩子不能够推到 就是 哦 这些东西归你了 你负责了 不是那么简单 对 所以很多 我该背的责任 我都开始明白 原来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没有对跟错 可能您在那时候 嗯 如果碰到另外一个人 就是对的 并不是您错了 我觉得在当时 也对 不一定 就是两个人 不能够配合 俗称缘分 哈哈哈哈 所以 其实男女结婚 有时候 不一定是 女人是组内 男人是组外 其实是必须要 两边要欣赏配合 然后您到了香港以后 其实已经远离 演艺圈很久了 对 但是那些朋友都在 您回香港以后 很愿意跟大家来往 我一直都不太跟人来往 因为第一点 我不会打麻将 哈哈哈哈 不会打麻将 很多人都不喜欢 跟我来往 香港 没事 老老坐在那里 干嘛 我可以坐在那里 他们觉得我好烦 这个不来往 看电影 我可以一个人看 嗯 也不需要来往 就偶尔 大家在一起 聊聊天 聊聊正事 那我会来往 嗯 因为香港要重新开始 当时您计划好了 要做什么吗 嗯 没有 我最初到香港的时候 连坐巴士都没有钱 要走路 我跟我妹妹两个人 花了很 很 很长的时间 就从 这里走到那里 就为了省了几块钱 但是 当时有一个 呃 我妹妹的上师 叫冯美姬 嗯 她跟我讲 她说 如果我想回来拍戏 她随时都愿意 做我的经理人 哦 所以是她 把我再带回这条路 您那时候多大呀 四十多一点 从零开始 一个女人四十岁从零开始 二十岁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是很好的事情 能让你 可以反省很多事情 嗯 您反省到什么 那在 在当时那时候 嗯 我反省自己 为什么 什么决定都 不能够经过 三分钟 的思考 我现在呀 很多时候 啪就出去了 尤其是 那些微博 啪就点了 就走掉了 来不及让你想 来不及拽回来了 对 我觉得微博还能删 微信才惨呢 是吧 我经常发的 看着飞出去 我这样拽就发出去了 而且微信让你删完以后 你不知道 我微博还不会删 每个人跟我说 你赶快删 你赶快删 该怎么删了 啊 我要问人家 找助理 天的教我 该怎么删 我觉得如果 佩佩姐 婚姻很幸福 可能 或者说 可能就没有后来 那些了 你也不知道你 还有那方面的 能力 对吧 我们也就看不到 唐博和我点球像 就是你 回到香港以后 从新开始 是这部戏给了您 是 是谁 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 转 那个机遇呢 就是冯美姬 她帮我选 其实那时候 有两三部戏 其他的还有 我记得还有一部戏 我一个人演两个 都是紧接着像以前那样动作 但是 是女一号 她跟我说 她说 可能那个戏放出来以后 没人看 但是 这部戏 因为是 我们叫他新仔 你们叫他新爷 反正 不管爷也好 仔也好 是他的戏 他是 夏宝那时候最火的 但是 他拍的是 五里头 因为 冯美姬 很明白我这个人 因为你看我以前 都是很 很古板的一个人 完全没有幽默感 那我怎么能懂得 这个 周星奇 什么叫 五里头呢 对不对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 不要紧 我把周星奇 所有的戏都看了 看了以后 有点明白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可以试试演 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 巩俐 试演秋香 很多戏是 新仔是跟他俩 那么俩人语言又不通 我那好心 就那么 上上下下下下下 一个在楼上 一个楼下 翻译 翻译多了以后 新仔就火了 他说 那你能不能试试 佩佩姐 我就那么试试 所以就很多戏 其实 本都不是那么写的 都是后边 在家的 对 你当时觉得 周星奇怪不怪呀 跟他合作 我没有时间 觉得他怪不怪 我觉得 我有时间就是说 他讲的东西 我能不能做出来 我完全是进入情况 因为晚上 我这人 这个早上起得很早 晚上睡得很早 像他那么颠倒日子的 我也很少 他是六点 拍到早上六点 我那时候是 完全是疯狂状态 就像喝了酒一样 他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哦 好 我们再来一次 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他的戏 可能拍的时候 大家还不太明白 因为无厘同嘛 对对对 全部剪完以后 还记得第一次看的 那种感觉吗 我其实第一次看还好 因为我跟两个 都看过新仔的戏的人 一起看了 他们两个认为很好笑 但是我知道 那个戏在内地是非常不好 在香港呢 在香港非常好 当然我也不会笑 我也不觉得很好笑 我是比较属于内地的人 所以你演完整戏 看的时候你也没有那种 所以不要我的朋友看了 他们觉得好笑 我其实跟我的老师 胡俊全导演 李翰翔导演 他们想法一样 他们说 干嘛你去拍一个这样的戏 那么胡闹 我也觉得挺胡闹的 但是 我想告诉他们 我也不能够 没饭吃啊 对不对 至少这样的话 我可以有戏拍了 有饭吃了 结果拍完这戏以后呢 拍完这个戏以后 相当很多人 也还好 其实我真的好起来是 拍完《卧虎藏龙》以后 刚才说 其实让您真正的 就是重新回到 大家的事件当中 被认识 是卧虎藏龙 对 这个是怎么找到您的 因为我现在在美国 做电视的时候 就一直又访问过 李安导演 他想拍武侠片了 他就说 佩佩啊 我要拍武侠片了 那我说 有没有我份啊 当然有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后来就不见了 后来又搁了一下 他到台湾去 不晓得谁请吃饭 他就请我一块去 我特为跑到 跟他去吃那顿饭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佩佩啊 你做坏人行不行 我说你觉得像 我就可以做 又不见了 就搁了好久 然后 他说要拍了 我就有点急了 这怎么回事呢 我的老二 跟他家住得很近 在美国 在纽约 所以我们就去他家里 哦 他说是 他们怎么都没找你 我跟他们说了 然后他就把 毕业狐狸的 那个个性啊 什么都告诉我 拍完 您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拍的时候 状况会好一些了吗 我拍 呃 拍的时候啊 我跟发仔 周润发 一直在聊 觉得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导演完全不一样 嗯 但是 会那么好 嗯 那是真的是到后面 尤其是 参加了奥斯卡的影展 以后才 大家会有真的感觉 嗯 这个戏对自己有影响 对 我这个戏以后 我就 有了一个经理人 是专门帮我接外国戏的 哦 呀 你当时也觉得自己 没有那么强吧 我相信自己很强 但我没想到 我这么强 哈哈哈哈 你举例说明 真的 我实际上每件事情 我都会想 我觉得自己 不可能有什么事情 做做不到 比如是生孩子 生儿子吧 对不对 一直生 一直生 我就非要生到一个 真的还给我生到 哈哈哈哈 对 我只开玩笑 就是 其实人是 你以为 做不到的事情 其实是没有 我觉得 今天这次找明星的组合 找到您 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啊 他们担心我身体不够好 他就问我 你吃什么药 我说我没事干嘛吃药 这 这导演也应够 吃 吃 吃 我没事干嘛吃药 我说维他命我有 我每天都吃很多维他命 他其实就是 试探一下 他怕 我走不动了 回头要找一个人 那凯莉 凯莉 你才五十嘛 我都可以伸得出他 我时常跟凯莉说 我说我做你的妈都可以 所以花花才叫我奶奶嘛 奶奶是这么来的 我就觉得您参加肯定吃亏 没想到您绝对不输给他们 吃苦我比他们都能吃苦对不对 而且能够把四个孩子都带大了 什么苦不能吃呢 对不对 那您当时参加这节目的时候您有犹豫吗 我没有犹豫 他说我要买一架车 这样的话就不要车钱 因为车钱是很贵的 更便宜 其实租车蛮贵的 对呀 比你搭车也很贵 他买车 他买一个二手货的车 花了一个月住在上面 他买了一个V码 住在上面才一千多块钱 不要讲 卖掉也一千多块还赚了一百块钱 哎呀妈呀 所以我很羡慕他 今天那个佩妮老师助理 还拿了一个儿子设计的包包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您儿子设计的 对 我儿子就在做那个 他在做这个 他在做这个 他设计了送给您 我包里都是实用 没什么情绪 我们看一看 这个钥匙是我们家的钥匙 因为 因为钥匙要挂在那里 不然不见掉 太可爱 还是我们家的钥匙 对啊 然后这是我的维他命包 我看看有什么维他命 我也给我妈买一个 您看您这包还是赠品 对 我都是赠品 这倒是有的 对 对 维他命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到冀州岛 他们说吃了对骨头好 老人家对骨头好 这是最重要的 增加那个骨质 真的 就没别的了 没别的 那个我怕蚊子 所以有个曲纹的 曲纹的 还有一个润唇的 润唇的是飞机上 就连这个包送的 对啊 你看我 这个是另外一个包 另外一个 这是正确的 对啊 这个也是飞机上 因为飞机上做长途的话 他就可以送一个包嘛 这个包里边我就放那个 各种线 对啊 各种线 充电宝 充电宝 对啊 充电宝就自己买的 不是正的吧 不是正的 也算是正的吧 是一个小朋友送给我 这也是正品 那天下雨 我的伞不见了 原子惠的那个朋友就说 你拿 你拿这把伞 MASHA还说 MASHA就是原子惠 她说 太漂亮了 妈妈不喜欢 我说 人是送的 我怎么能说不喜欢 我 我一定有一包 穿背皮包 有时候嗓子 无干嘛 或者有 两声咳嗽 对 我像是卖广告的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谁送的 菲儿送的 下次她送 她就要送我太阳眼睛套了 太阳眼睛套不见了 你看这个眼睛套 墨镜 这个墨镜 没有眼睛套 告诉菲儿 这是MASHA的 MASHA不要了 她不要了给您了 但是没有眼睛套 眼睛套给我丢掉了 不见掉了 你知道我常丢三辣四 辣四的 这也是她给我的 她说我的头发老是披下来的 她说 她给了我掐子 嗯 我今天还没有掐 你包的就是这些东西啊 还有个毛巾 没有啦 您不仅拿赠品 穿的还是道具的衣服 我穿的衣服 因为她 我觉得她帮我造型 很合适嘛 这个丝巾特别漂亮 是吧 涂色显得您这个对吧 这也是MASHA的 MASHA说 我身上东西一半的是MASHA 然后这个呢 是我跟MASHA一起去买的 因为我说我这个 手露钱 像我那么刮皮的人还会露钱 就是因为那个手的关系 所以要带一个 可以压住一点 您都把这种品都拿回来了 还露钱呀 这样的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段 特别温馨的祝福 是佩佩姐的女儿 要送给妈妈的一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美的人 她 她的样子很美 还有她的心里很美 她 每一次都会很照顾别的人 对别的人很好 然后对她的小孩子非常好 非常爱我们 我想说妈妈 我爱你 谢谢 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不管是因为工作 在你的普通的生活 也是我的偶像 哇 我最近太多surprise了 这是什么时候出拍的 不告你 开心吗 我们多爱你 佩佩姐的几个孩子 跟我们说我们 我差点以为是楼涛了 这是老三 圆子会 我就假设 我是你女儿 二十二三岁 遇到一男的 我就要结婚生孩子 不干了 你会怎么跟她说 这是她的选择 我会跟她讲 这是你的选择 我就是要这样的 我就是不后悔 那就好 四个孩子现在 就是因为都大了 大家有自己的事情做 他们在跟您是怎么互动的 平时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家庭聚会 都能会一起去玩 因为他们是都在国外长大了 都在国外 所以圣诞节跟新年 对他们来讲是很大 我又在一月六号生日 所以连我生日在家 在一块 都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们差不多 就那一段时候 就在那齐聚 所以那一段时间 是特别幸福的 您从来没有觉得 孩子远离你 对吗 对 他们都会惦记着你 有一些什么礼物 都会买给您 对吗 他们知道我不喜欢礼物 我最喜欢买的礼物 不用您自己花钱 别人给你还不喜欢呀 他们知道我喜欢 他们做的东西 他们如果写个卡片 或者是做一个照相本 做一个日历 或者是杯子里边有四个 他们的图照片 我喜欢 还是喜欢 因为我看过您很多采访 大部分时候 您并不是特别刻意 甚至说连房子都不买 到现在是租 对 其实我曾经有过很多房子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当然那是我先生 就是以前的先生 但是后来我们分开了以后 我就一个房子都没有了 我就觉得那样更轻松一点 所以我觉得 其实租房也是同样 睡一张床嘛 人就是睡一张床 没有这种压力 会比较自在一点 但是我老觉得 就是像父母们都一直观念 年轻的时候可以选择租房嘛 我想住哪住哪 但是慢慢有了一定年纪之后 人会需要安全感 总觉得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你不会担心没有安全感 没有啊 完了以后 我预定了一个老人公寓 我觉得我老的时候 就住在老人公寓 就有房了 所以你四个孩子 你不希望跟他们一起住 让他们扶持你吗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我最不爱人家伺候我 我就想 四个孩子嘛 每人 每年 去看他们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够了 过了两个礼拜 人家嫌你太讨厌了 所以两个礼拜 都是蜜月时期 最最兴奋的时候 那其他的时候 我自己 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啊 我可以爱看什么电影 就看什么电影 对不对 我爱跟谁去喝茶 就跟谁喝茶 你真是这么想的了 我真的想 都计划好了 都计划好了 觉得 其实应该老年 有他自己的生活 没错 而且 你知道那个老年公寓 都是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很好的 我不知道 你认为你自己 永远住在五星级 就五星级了 你好好酷哦 我们希望佩佩姐 多到内地来 然后多参加我们的节目 而且我们节目 下次请佩佩老师来 一定要提供大量赠品 我不要不单单赠给我 要赠给大家 对对可以 我们有一次 每天都要吃 大家都说 哦 这是上近距离 不是您是提醒我了 就是如果今后 每一次来 都有大家有些吃的啊 或者有些礼物比较好 行 放到我身上了 好吧 通过今天的访问 喜不喜欢佩佩姐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 她塑造了那么多的决策 但是她坐在这儿的 聊天和故事 我觉得 我就在想 每一个人都应该 对自己的那个年龄 去享受 因为 就是不管你年轻 三十四十五 就是如果你活出 那个年龄的那种精彩 你自己活得很享受 我觉得我就希望 如果能到佩佩姐 那个年龄 像她一样 的身材 不用吃药 还那么开心 然后对 能够对别人那么好 我觉得这就 特别特别知足 您就是我们的目标 您这样 您一定要好好的 对吧 回家让我妈看呀 我说妈不行 你还得再瘦一点 我觉得您有的时候 也是 特别 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对 没有规矩 不给自己设一种 说我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 好了我们在这里 祝福佩佩姐身体健康 越来越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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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拍张照片 来 特别好 谢谢 好